濃濃黑焰不斷竄出 幾乎快要看不見 而消防隊員背起各式裝備 拉水線進入灌救 但濃焰越來越大 得加拍更多消防員 才能盡快控制火事 十萬火急因為起火大樓是醫院 加強固定病患 醫護人員和救護人員 合理把病床推出醫院 幫忙擋雨加速送進救護車 要暫時安置醫院外的走廊 還有更多人被撤出 雖然緊急撤離 但十一樓還是至少有六名病患 失去生命跡象 有的人被帶到門口 等待護理師協助 家屬則是在一旁協助照護 但因為人實在太多 加上颱風來襲風雨很大 病患和家屬 醫護人員通通擠在一起 行走有些困難 消防車和大量救護車 則是在醫院外待命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 早上七點多 有農煙窜進病房 導致警鈴大響 醫院人員說 當下沒有看到火事 但農煙一直沿著管線冒出來 馬上撤離 加護病房三十名病患 其他病房也預防性撤離 正常碰上山坨颱風 院方說因為不開設防臺 特別門診 因此除了住院的病患之外 沒有其他看診民眾 否則加上看病的人 很可能會造成推擊 或引發民眾恐慌 護理師移動病患過程中 疑似吸到濃煙 趕緊拿毛巾遮住口鼻 注意為何會發生火警 消防隊員初步查看 疑似是醫院二樓機房空壓機起火 但詳細原因還要交入火調人員釐清 只是颱風天東港十二級震風 豪雨不斷 醫院卻又發生火警 TVBS新聞最後報道